再来看到士林夜市是台北市最具指标夜市之一 但是近年来不断传出摊伤坑杀游客的争议 加上有些店家出走 使得士林夜市人气有下滑趋势 那么前立委高嘉瑜在脸书po文发照 表示这个士林夜市是如入无人之境 看到了现场几乎是没有游客的 他的发文时间是在下午的六点半 那照片就引发网友们热议 表示这个时间不是清晨 要不就是下午刚要摆摊的时间点 认为这个时间点现场当然人会比较少了 摊上还没有出来摆嘛 不过说到这个话题人物高嘉瑜 最近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疑似是遭到了AI变造的假政论节目抖音影片 影片当中的高嘉瑜说 我对民进党没什么好感 这个烂党真实糟糕 从赖清德开始诠释歪瓜裂枣 那对于这个被造假的抖音影片流传 高嘉瑜不忍了 在今天他到了内湖分局提告 我们来看 因为最近在网络上还有社群上 大量流传源头来自于中国抖音上面的一个 AI身为仿生造假技术的一个影片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 声音跟我非常的相似 但是他的语注词都得啦得啦 这明显就不是台湾人的用语 那其中他的内容更是非常的离谱 不断的在攻击污蔑民进党跟赖政府 那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带来的这个 画面跟这个内容是完全对不上 他这个画面用的是去年选举的时候的一些画面 但是他的内容却是在讲刘德华 刚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事情 所以一看就知道 这是用旧的画面在对新的内容 昨天在立法院确实也有委员在关心 那国安局长也特别提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影片的来源 背后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IP 异常的IP的一个操作 所以可以见得台湾其实长期以来 遭受到类似这种来自于中国 不知道哪一方面是网军自发的行为 小五毛小粉红 还是官方有计划的一个认知作战 不断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AI生成的一个身为影片 在分化台湾自己内部 在分化民进党 在打击民进党 打击赖政府 甚至用高家瑜来打击民进党 用高家瑜来打击赖政府 这是非常可恶 非常令人深恶痛绝 非常令人发指 也是在企图破坏台湾的国安 的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做法 好那当然这种AI造假 是不分党派都来谴责 尤其立委罗志强之一 未来这种以假乱真的情形 会变成政治攻防的常态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未来像这种所以AI 这个以假乱真的这种情形 它可能会变成某一种 甚至政治攻防的常态 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警讯 高家瑜的这个影片 其实类似的影片已经有蛮多的 不同的人 但是因为这些影片 目前为止 因为它的内容 它讲的内容基本上 看得出来是反串 看得出来是反串 所以从内容端来判断 是这个假的影片 是AI的影片 但是因为它的内容听起来就是反串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将来它的内容不是反串的内容 内容一听听起来好像是煞有其事 但其实是个假消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其实 尤其在选举 你知道以前像民进党在选举 有什么那个吴敦义的那个 绯闻录音带事件 然后黄金云的那个走路工事件 所以像这种将来在选举前 很可能类似的一些这种造谣 造假 透过AI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AI的那个伪造影片 对不对 那因为还有时间去查证 去所谓纠错 去反驳 可是像通常选举是最麻烦的 选举要选前置业 选前一天 突然这假影片出来 然后铺天盖地散播 那请问你怎么澄清 你一天来不及澄清 第二天就投票了 所以像这种东西 其实对有一个极其 就像选举这种极其性的 它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 坦白按照我觉得大家还是 可能一方面法治端 然后公权力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民众的 所谓的自己的那种 所谓谨慎端 就看到讯息不要轻信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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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s